韓國和台灣飛到來香港出席派對 粉絲們當然要提早霸佔領位 人數更多將整個會場包圍著 看兒子周宇文就知道 他已經習慣了粉絲的尖叫聲 這個壞學生形象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口味 不要只顧看帥哥 忽略了他身邊的兩位女人 徐希緩徐希看 我當然不是找你 我是找你很久都沒有來過香港的大小S 因為我們昨天玩的地方就是一樓 我還看見他們和囝囝玩得很開心 沒錯 他們都打扮得很漂亮 條裙很低很短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玩得好沒有安全感呢 這個國際時裝品牌在香港搞的派對 邀請到兒子周宇文 大S徐希活 小S徐希太遠道從台灣來講 來得這些聲光一一的盛會 不落些本錢打扮一下又怎可以 不過兒子的陸就似乎成個壞學生 我今天穿的其實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老公 要故意要有一點好 我不太那個 不太那個 不太乖的我用小學生 就造型 對對對 對 頭髮軟軟的然後 臉帶子拉 然後 就是看起來還蠻 蠻壞的 對啊 什麼兒子的髮尾都軟了少少 他說是跟他家前看火灼有關 家裡火灼真是幾慘的 那其他那個S3有沒有伸出援手先 他們說如果有什麼困難的話 盡量不要走慢慢 他們比較慘 事於大S徐希媛和小S徐希太 為了出席這個名牌派對 他們就在名店掃貨四十分鐘 細了五位數字 大S徐希媛和小S徐希太 說的是港幣 不過大S就說 盛裝打扮都有一定的難度 要一直挺胸 肥肉就會跑出來 然後鞋子又很高 所以就是 從頭到尾要一直抬頭挺胸 然後裙子又很短 又很怕坐下來的時候 被大家看到裡面 不該看到很多東西 所以穿起來還蠻辛苦的 但是一向嚴恆大膽的阿妹小S 就非常滿意自己的打扮 重大讚自己體型夠了 又說自己喜歡暴露 我喜歡露眼淚的服裝 然後這件衣服一套到我的身上 我就覺得是為我而設計的 非常非常的貼身 然後我個人認為我臀部還滿俏 所以整個曲線真的還蠻好 所謂身體法夫 仇諸父母 相信小S都很感謝媽媽 持她一副引以為傲的身段 無親節日就快到了 但是小S兩位姊妹 就為媽媽準備了意想不到的禮物 說要整一下媽媽的畫 寫到的就是一定會送大禮 因為我媽媽只要收到我們送給她禮物 她一定會哭 然後我們就很喜歡她哭的樣子 至於兒子就說要拿回這些名牌產品 用來借花見佛我 我媽也很喜歡這個牌 其實他們這麼難得來到香港 就應該找多點時間遊香港的景點 好像大小S一樣 他們就做足資料搜集 小S還說想逛香港的星光大道 很想吃趕到宅 但都還沒時間吃到 還有我們在機場看到人家在發那個 香港有一個新的星光大道的那個地方 因為是新的遊觀光區 我從來沒有去過還蠻想去的 嗯